万千等待中 特利加奥特曼 官宣7月10日开播 而随着特利加PV的公开 身边也迅速掀起了一阵奥特曼热 虽然之前远古公布过特利加的黑影 但是直到PV 我们才算见到特利加全貌 就个人感觉来说 特利加的形象 还是 蛮有特点的 可能是之前期待太高 与预期还是有点差距 作为迪迦25周年的作品 特利加一直被外界看作是迪迦的亲儿子 看完PV后 也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 满满至今迪迦的味道 首先与迪迦一样 特利加同样拥有复合型 强力型 空中型 三种形态 变身器与火花棱镜 有着较高的相似度 见到特利加的形态与变身器 心中尘封已久的童年回忆被唤醒 不过就第一感觉来说 特利加比迪迦的颜值 还是要逊色不少 有意思的是 特利加的变身器 最开始形态其实类似一把枪 这也符合特利加日语发音的意思 但是随着男主插卡 变身器形状也随之发生变化 变成了类似火花棱镜 这种脑洞 还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除此之外 特利加变换形态的道具 类似于杰德胶囊 使用的超古代神器 圆缓之臂 则是给人一种致敬欧布圣剑的感觉 就剧情来说 特利加也完美复刻了迪迦 背景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正如远古所言 特利加不仅是奥特曼55周年之作 更是为了庆祝迪迦25周年而诞生 因此被不少奥秘 称作令和迪迦 值得一提的是 远古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操作 回来的奥特曼的杰克奥特曼 其实就是在致敬初代 设定也是按照初代进行修改的 就我的总结来说 看完两分数秒的PV 特利加形象没到达预期 但是有着迪迦的光环 外加强大制作团队的支撑 我还是非常期待特利加整片的到来 希望在2021下半年 远古能够给所有奥迷们再现一部 如同迪迦般经典的特色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